悟空遇上奎倫 誰才是隱形角之王 你們覺得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玩悟空開場我建議吃藍buff 吃野速度會快一點點 不過也跟人品有關 前期暴擊的次數越多 你吃野速度就越快 那為什麼藍起吃野會比較快? 原因就是他可以減少我20%的技能冷卻 悟空敲人會痛的原因 就是他使用完技能 那一下普攻特別痛 所以那一下 如果對野怪有暴擊的話 那我吃野速度真的會快很多 那看到這個圖倫 我就敲他那兩棒 我被克里希打1-2技能 我就殘血了欸 搞什麼懂丁懂啊 那只能繼續掃紅區啦 但吃完紅區我的狀態還是不好啊 怎麼覺得我敲那個圖倫那兩棒很虧啊 我玩悟空的習慣 都是只會出一階的打野刀 中期或後期把它賣掉 那又有一些悟空的玩法 是會合成那個紅色的打野刀 這個就是看個人習慣而定啊 沒有所謂的一定喔 那看到超人他殘血 硬是把對面那兩個人 直接想要推回來 那看來是真的推的很不錯啊 欸欸欸欸 1秒3棒 這個悟空就是爽 有隊友的悟空真的是前期最強欸 尤其在前期又有暴擊的時候 那這個悟空真的是強上加強 來我們的血量又有7成左右 那我看了一下小地圖喔 對面奎倫在上路嘛 那我觀察了一下 我現在去上路 我的隊友只會有一個輸 所以要去搶那個魔龍的話 那個成功機率是非常低的 甚至我有可能會死掉 那我就直接開了凱撒 輸人不輸陣 你拿大物件我也要 那我吃了凱撒的時候 欸對面魔龍也才剛吃完 可是對面的藍出了喔 趁機趕快反藍 我有一點的時間 大概5秒鐘 有沒有機會 可是我沒有制裁 奎倫開著大招跑過來啦 我覺得可以反殺掉他 因為悟空前期真的很強 悟空VS奎倫 你們說誰輸誰贏 這個還不確定喔 這只是前期 後期跟團戰 這個可說不一定啊 那我們回補之後 吃了雙buff 看到上面有個可愛的蝴蝶 那我就想要敲他的兩棒 但是我敲了兩兩棒 我剛剛走到塔下 被他飛 要跑 蝴蝶就將焦瞬移跑掉了 他超慘的耶 難道這就是命運嗎 那我看到超人 很強的啦 很壞的啦 直接殺到人家二塔去了啦 那我呢 來了來了來了 這顆頭就是我的啦 那突然又遇到了 可愛的小夜叉 超人死在我面前 我一定要幫他報仇的啦 我們真的叫做殺到二塔去 那我運氣真的很好喔 敲的那一棒都有爆擊 最特別的痛啊 唉 這場 芽芽第一次跳在我頭上 有點興奮的感覺耶 尤其這個芽芽 又是你的妹子 大妹子 那我們肯定要好好享受 可是超人一過來 他就跟我討芽芽 芽芽下車呢 他就想要跳上超人的頭上 我就爽那麼大概10秒 芽芽就換去給超人爽了 你們說 這樣敢對啦 一秒敲三棒 直接秒掉一個圖倫 我在很殘血的時候 還是回去敲喔 真的很感謝 我這場運氣還不錯 悟空真的是使用完技能 下一次普攻又爆擊 傷害差真的很多 那這個魔龍我們來接手一下 感謝對面做義工 吃完我的野區 我本來想要去GANK 對面下路那個夜叉 沒想到遇到了奎倫 正在吃藍大骨啊 可愛的奎倫 我真的覺得悟空爆擊太痛了 又拿到奎倫的藍 那我們中右蹲一下 看圖倫等一下會不會往右邊靠 他往右邊靠 我們可以秒掉他 但是圖倫吃完冰 他就要往上路靠了 傷心啊 居然沒有走過來 那我們颶風雙刀也出了 然後就看到可愛的小克里希 蝴蝶走過來了 你好可愛啊 嘿嘿 千奇讓你跑掉了 這次總該讓我強嘗蝴蝶口味了吧 這蝴蝶口味真香 很香很香 中路這個塔 我在考慮要不要推 但是看到夜叉就絕對不能推 因為他有可能會把你關在塔下 很危險 遇到這個奎倫 屬他一槍 我給他兩棒 我就要準備跑路了 夜叉一直追著我 所以我只能往左邊跑啊 拉圍有的大招 好暈好暈 那我敲他一棒 兩棒 三棒 都沒有爆擊 我指的沒有爆擊是 用完技能的那一棒都沒有爆擊 但是普攻有爆 吃個紅 看到芽芽被殺掉了 我來幫你爆炒了 蝴蝶口味唄 蝴蝶口味唄 蝴蝶這兩棒直接秒掉 那奎倫 嘿嘿 你要過來嗎 奎倫他剛很猶豫 又回頭了 那我們就吃他的藍吧 正大光明的在他們的廚房 吃著他可愛的藍buff 右邊有夜叉 我有點怕 感覺他會關我 可是超人 欸他突然給我跑掉欸 好啦我們拆塔 他真的關我啦 好險豬有來幫我餒 欸剛剛那個超人怎麼突然跑掉 害我頓時害怕了兩秒鐘 我本來要吃凱撒 但隊友打起來 我馬上就放棄凱撒 過來打架了 其實我是想要偽刀啦 但沒有偽刀 可是這個夜叉 他怎麼在草叢發呆 我們來享受一下對面的紅buff啊 吃個紅buff 吃完就看到中路有個圖倫 我就迫不及待啦 一棒 兩棒 三棒 再見 掰掰 那個圖倫剩下40塊 太窮了吧 他們都在上路打架啦 剩下我一個在下路分推 偷完這座塔 這個奎倫居然正大光明 在我面前打架欸 遇到奎倫 第一時間不要想要跑 因為你一跑 就是背後對著他 你就會一直被他暴擊 那你瞬間會被他打得很殘 所以選擇正面跟他對幹 才是王道喔 那我們的王者之劍呢 還沒有合出來 欸有了 剛講完 我的王者就合出來了 那接著呢 高地 這個有點難塔殺欸 奎倫說嗨吃飽了沒 那我這第一棒呢失誤了 有看到吧 但是我第二棒敲他有3200 這個暴擊太痛了吧 這是奎倫都沒有想到的啊 到後面被夜叉關起來就死掉了 我剛剛的失誤 簡單來講就是太心急了 那一棒的動畫 都還沒真正敲下去 他只有敲一棒 我就開了大招 所以那一棒的傷害就被吃掉了 就斷掉了 有點可惜啊 隊友都在上路打架啊 那我的悟空是比較喜歡抓落單的那一種 因為團戰來講 悟空有可能進去抓一個人 自己也會死掉 那隊友都在上路打架 而且我看了一下 隊友他們四個人在上路全軍覆沒 剩下我一個人在拆對面的高地 那同一時間他們也是三路全爆喔 三路全爆的話 那這個奎倫是不是可以來蹲一下 抓到你的後 兩棒就把他秒掉了 不到一秒的時間 還有我剛剛還敲他三棒 浪費了一棒 浪費了有個聖光魔龍 但我不敢吃啊 我怕吃到一半被對面搶掉 我們等隊友復活出來再吃 會安全一點 現在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做蹲點 看對面會不會有人想要去搶那個聖光魔龍 或是想要去看的 那我們就可以做蹲點 蹲一下喔 嘿嘿我看到了 拉威爾在草叢裡面 一棒兩棒再一個普攻 還有復活戰甲 但是他隊友都過來了 我要先撤退 我們的超人也來囉 他們兩個人重疊在一起 往前一棒 兩棒好痛喔 一棒四千五耶 那我稍微等一下 來啦 好舒服啊 我真的很想叫對面五個人 都站在一起 然後我瞬間敲那三棒 可不可以把五個人都直接秒掉 那個畫面一定會很療癒啦 他們剩下拉威爾跟奎倫 我們先殺個拉威爾 然後背後有個奎倫 我們再去解決掉他吧 好啦 拳金覆沒 這場也結束啦 悟空有暴擊真的還蠻不錯玩的 那至於奎倫的話 我覺得他要花一點時間農一下 裝備出來 他才有辦法像悟空這樣子 賤人秒人喔 那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